今天的任务是建造桥梁 机器人先去搬建筑材料 到达基地 搬起一捆木板 运走 放在秃秃的车厢上 五湖 你去拿钢管吧 五湖来到基地 钢管在哪里呢 哦 看到了 五湖勾起钢管 搬走了 钢管也放到兔兔车厢上 兔兔 车厢装满了 可以出发了 到了 先去查看情况吧 兔兔来到悬崖边 仔细查看 嗯 该怎么建造桥梁呢 有啦 巴士先在悬崖边插上支架 五湖装好滚轮 突突在树干上绑绳子 一切准备就绪 把五湖掉到悬崖底 OK 五湖要在地面上挖个土坑 好了 这边还有钢管也要掉下去 五湖过来取走钢管 现在把巴士也掉下去 巴士来到土坑边 把钢管立起来 五湖把土填回去 突突和机器人等着睡着了 你们看 桥端建好了 现在把五湖掉上去咯 五湖上来啦 突突又遇到难题了 这么远的悬崖间隔 要怎么铺桥板呢 想到了 小红 小蓝 取抬桥梁吧 机器人抬来了桥梁 安装好 耶 快建好了 接着是铺桥板了 五湖 取铺桥板吧 五湖 勾起一块木板 铺在桥面上 一块一块 慢慢铺好 巴士也来拿木板 跟五湖一起铺吧 还有机器人们 开启木板 铺好 图图也来拿木板啦 图下最后一块桥板 桥梁建好了 太棒啦 五湖想要敲碎这块石头 可是敲不碎 五湖很失落 是不是挖斗不合适呢 去换个工具吧 五湖回到了基地 先叫醒秃秃 秃秃 醒醒 秃秃 秃秃 秃秃被吓了一跳 秃秃 我想换掉挖斗 升级下我的装备 秃秃先来查看一下挖斗 升级什么装备好呢 看看基地里有没有合适的 不 钻头 可以换上钻头试试 呼吐拿走钻头 巴士正在呼呼大睡 巴士 醒醒 让一让位置 五湖 快上去维修台吧 准备升级啦 先卸下五湖的挖斗 再用机械臂给五湖安装钻头 安装好了 五湖 去测试一下钻头好不好用 秃秃在想 用什么来测试呢 诶 巴士推着石头过来了 我们可以用这块石头来试试 五湖准备钻石头 用力点 五湖 哦 钻头坏了 石头也没碎开 兔兔还得再想想办法 过来看看钻头 想想还有什么可以用的 来基地找找 诶 破碎锤 破碎锤应该可以 卸下钻头 装上破碎锤 装上破碎锤 五湖 试试破碎锤吧 哇 破碎锤真的可以 上级完毕 五湖回去工作吧 试试这块石头 诶 成功 古湖来挖土坑了 古湖来挖土坑了 他慢悠悠地挖着土坑 巴士正在帐篷里睡觉 突突在水坑玩水 小红小蓝跳到水里洗了把脸 哦 什么东西 天啊 是龙卷风 突突赶紧倒车 但他的轮子陷在了沙子里 怎么用力都出不来 怎么办 龙卷风越来越近了 突突快点求救 救命啊 救命啊 巴士睡着了 听不到 呼呼挖土坑也没听到 小红小来 快去呼叫救援 小红过来撞醒了熟睡中的巴士 龙卷风过来了 但是突突陷在了沙子里 他需要帮助 巴士和武福赶紧过来查看 他们看到了远处的龙卷风在移动 而突突在用力倒车却倒不出来 巴士武福快过去帮忙吧 救命来了 用挖斗勾住车厢 龙卷风正在靠近 情况很紧急 用力拉兔兔 武福加油 兔兔出来了 龙卷风过来了 赶紧离开吧 他们在找可以躲避龙卷风的地方 哦 帐篷 可以躲到帐篷里去 不行不行 帐篷可挡不住龙卷风啊 糟糕 巴士情况危急 武福快过去救巴士 武福把巴士拉回来 兔兔在想哪里可以躲呢 哦 土坑里或许可以 快过来 兔兔跳到了土坑里 巴士 巴士和武福也下来 龙卷风从土坑坑进过 巴士好害怕 哇 龙卷风过去了 躲过一截 哇 五福来看看 甘蔗长得怎么样了 哇 已经成熟了哦 五福热身一下 准备挖甘蔗咯 前进 开始了 挖起一根甘蔗 放到地上 嗯 可是这样收割太慢了 要收到什么时候呀 得想个办法才行 有啦 可以组装一辆甘蔗收割机 快速收割甘蔗 好主意 五福快去组装店组装吧 出发咯 到了 这里就是组装店 五福快去组装吧 嘿嘿 五福是时候大展身手了 就按照这个图纸来操作吧 按下红色按钮 组装开始咯 先升起底盘 然后机械臂把车头拿过来 装上去 焊接好 好了 接着拿第二个零部件 装在前面 再拿第三个零部件装上 搞定 五福拿了履带过来 放在地上 机械臂拿走履带 把履带安装好 这一边也要装上履带 哇 就快组装好了哦 还剩下最后一个零部件 你们猜猜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输送管 小心装好 甘蔗蔗收割机 组装完成 哇哦 太棒了 出发吧 降下底盘 甘蔗机出发 五福快跟上吧 到了 前面就是甘蔗地 甘蔗机快去收割吧 没问题 甘蔗机 开始收割甘蔗了 糟糕 运输车车厢上的货物 着火了 挖掘机五福大喊 快停车 可是运输车带着耳机 听不到 五福快想个办法吧 有了 让狐二拿路障去拦住运输车 把路障摆好 五福也勾一个路障过去 往这里 搞定 耶 可是运输车依旧没有减速 它从路障上跳了过去 五福快追上去呀 嘿 快停车 运输车依旧没有理会五福 它从五福旁边开了过去 不 实在是太危险了 吊车 小七过来了 它要在桥头拦住运输车 运输车急忙刹车 五福跟了过来 五福摘下耳机 运输车 你的车厢着火了 怎么办 五福得想办法灭火 找找工具 有了 长到一片大叶子 让不二过去 拿走叶子 不二 赶紧山峰吹灭火苗吧 不二用力的再山峰 不 山峰太累了 不二出了好多汗 可是火势 可是火势一点都没有减弱 不二泪趴下了 五福发现前边有条河流 出发 五福来勾起一手水 倒车 把水拖到火上 用力 可是还是没有作用 运输车看了看车身 决定自己前往河边 运输车来到河边 运输车来到河边 把木箱夹到河里 还有一个 火灭掉了 运输车没站稳 掉到河里去了 咦 图图要去干什么呢 原来是运送货物 前方有车 图图快躲避 哦 货物掉河里了 图图 去把货物捞起来吧 图图来到河边 伸出轮子 他想用轮子拦住货物 你们看 货物飘下来了 哎呀 图图够不着 货物飘走了 图图好像发现了什么 咦 树枝 有了 我们可以用树枝 拦住货物 图图赶紧拿上一根树枝 把它扔到河里 希望能成功 哦 还是拦不住 巴士 你要用石头拦住货物吗 加油 用力推 石头推进河里了 货物飘下来了 希望这次能成功 耶 货物被拦住了 可是图图 人货物 还是够不着货物 还是够不着货物 伍福 快醒醒 图图需要你的帮助 他够不着 河里的货物 你赶紧过去吧 五福到了 五福麻烦你把箱子勾起来 没问题 五福加油 箱子被五福勾起来了 五福正在路上行驶 诶 怎么停下来了 原来前面是一座破桥 五福想试试看能不能开过去呢 哦 好 五福掉到桥底了 好高啊 该怎么上去呢 五福站了起来 他想用墙壁这里要上去 五福加油 哦 墙壁太滑了 五福趴不上去 北部在桥底了 兔兔 快去救五福 巴士 你也去帮忙 五福 别害怕哦 兔兔和巴士马上就到了 兔兔和巴士到了 哇塞 好高啊 该怎么救五福呢 让兔兔想想办法 有啦 我们可以给五福套上绳子 把它拉上来 第一步 先搭建一个架子 小红小兰 你们也去帮忙吧 小红抬左边 小兰抬右边 把架子安装在这里 巴士 你去把滚轮装上吧 咦 什么声音 不 好险 机器人还要去补桥板 好了 帮五福绑好绳子 巴士 兔兔 准备好了吗 开始啦 五福上来了 赶紧过去安全的地方 五福得救啦 开好了 小汽车在路上行驶 噴派车也在路上行驶 呜 嗨 糟糕 撞车啦 零件散了一地 这该怎么办呢 救援车队 出发吧 轻胀车出发 养车出发 运输车出发 救援车队正在前往事故现场 吊车到达 轻转车到达 运输车到达 吊车伸出吊钩 把喷洒车吊起来 放到运输车车箱上 好了 再把支架吊上来 放好 前往维修站 吊车继续工作 吊起小汽车 转个头 放到轻胀车上 一走吧 到达维修站 把小汽车吊起来 放到维修台上 升起维修台 准备维修 选一个车轮子 给小汽车装上 装好了 小汽车维修完成 哇 继维修出发咯 喷洒车也来维修咯 升起维修台 首先 首先要把喷洒车的水箱 装回去 再装上右边的喷洒支架 还有左边的也装好 都装好了 喷洒车 喷洒车 维修完成 倒车 继续出发吧 喷洒车 开心地行驶在路上 请叫车 回到车棚了 倒车 好 喷洒车今天棒棒的 吐吐在泥潭里玩泥巴 好大的泥潭 吐吐猛车跳到了泥潭里 他还站起了轮胎 泥巴都变到巴士身上了 吐吐的抽象 吐 巴士也跳到了泥潭里 也玩起了泥巴 他们俩在泥潭里 蹦蹦跳跳 泥巴见到到处都是 他们从泥潭出来了 吐吐 巴士 快去洗干净吧 到达洗抽筷 他俩身上全是泥巴 吐吐 你先洗吧 吐吐进入洗车房 服务 打开按钮 耶 开始洗车咯 好多泡沫啊 哇啦 哇 哇 服务洗得干干净净的了 巴士 你去洗吧 巴士 进入洗车房 五福按下按钮 开始给巴士清洗咯 好啦 关掉按钮 巴士出来了 检查一下 哦 轮子上还有泥巴呢 五福勾起水管 接在机器上 给巴士冲洗轮子 冲洗干净啦 一�ep 一缇 两肿 Rest зат 二ировать 二度 吐 本 兩隻腳突出 哇血 我不想要 到第四位 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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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向 一向 第二向 一向 然后进去 去吧 Grey Let's go i know you i i 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